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实生活中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每个人面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追求 但是只有当你真正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你才能够抓住幸福 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而不是刻意为之 在感情的世界里 不光女人会焦虑 其实男人也会焦虑 因为当一个男人不能够在一段感情中 确定一个女人对她的爱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也会产生别样的情绪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很多时候 男人都无法真正的去了解一个女人 男人也会关心一个女人到底爱不爱她们 所以在感情中 出现相同的焦虑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接下来一起听听过来人的经历 我和我女朋友相识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她整天都会粘着我 但是现在我却感觉 她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承认我们之间有过争执和矛盾 我也曾经让她失望过 但是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不想就这样说散就散 在感情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期待 美好的爱情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 不光女人希望遇见一个好男人 男人同样也希望自己能够遇到好女人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在很多时候男人也无法真正的去了解一个女人 但是一个女人是不是真心爱你 从细节之中就能够发现 女人让你碰这些东西就是真心爱你 别错过 一 让你碰她的腰 男女之间原本就很容易产生暧昧的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一个女人让你去触碰她的腰 那么也就说明她对你毫无防备之心 如果两个人只是出于普通的朋友关系 那么女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在面对自己不喜欢的男孩的时候 女人通常都是很高冷的 如果一个女人肯接纳你这样的做法 那么也就说明她对你有好感 女孩子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往往会很迟钝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喜欢你 那么她也不会拒绝和你的肢体接触 作为男人 在这个时候也要把握好尺度 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那你们之间的进展也就会更快 二 让你碰她的手机 在如今这样快节奏的时代 信息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快节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人手一部手机 手机的作用和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手机当中也会隐藏着很多的秘密 当一个女人愿意坦诚地对待你 那么她也会主动地把她的手机交给你 因为爱你的女人会甘愿地为你付出一切 在和你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时候 她也会把你放在首位 能够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也是你的一种福气 如果一个女人不介意你看她的手机 那么也就证明你在她的心目当中 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而这个时候她也对你是十分的坦诚 真正的爱是相互的 一个愿意用真心对你的女人 才会更爱你 三 愿意让你碰她的包包 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 包是相对来说比较隐私的 女孩子的包包里 往往都有着很多很多 关于自己的私密物品 当一个女人愿意放心地将自己的皮包 交给你保管的时候 那也就代表了她对你的一份放心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在逛街的时候 把自己的包包交到自己男朋友的手里呢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也是因为她们对男朋友有一份依赖和信任 在现实生活中 女孩子的心思都是十分敏感的 在一段感情中 她们也会嫉妒地缺乏安全感 所以当她们选择无条件地信任你的时候 就证明她们是真的爱你 爱情的世界里充满了太多的酸甜苦辣 两个人在一起 也必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其实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女孩子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往往都会比男生更加的谨慎 因为他们也害怕自己的希望落空 沉默成本效应告诉我们 爱得起放得下 但是真正喜欢的人是会留在心里的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的心主动地交给你 那么也就证明她爱你胜过爱自己 很多时候 男人在感情中的感知力往往不如一个女人 所以这就需要男人们 更加地去用心对待一个女人 女人在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时 他们也会展现出自己的热情 只要你让她感受到了爱与被爱 那她一定会更加地爱你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